选经费同时 柯文哲宣布不再募款 因为8到10月花费4300多万 募款经费却达到了8900多万 超过了法定支出上限8700万元 下19天还有3000多万可以花 尤其9月MG149爆发后 网络捐款次数突然飙升10倍 但柯文哲却踩煞车 要让自己穷一点 跟那个魔戒一样 这个以前人家说 因为你钱多了 你就想说既然有钱 那就买个广告好了 可是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想说那就不要买好了 我再多个3000万 没有用啊 所以干脆既然这样 就故作千高壮 就算了嘛 玄化不设基金会剩下的钱 捐给慈善机构 柯文哲连续两波公开经费 恐怕是对手连胜文 最难跟进的选战策略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太太陈佩奇呢 之前在脸书上面曾经po文 希望能够有丈夫关爱的眼神 结果这个新年的时候 老公果然带他去了一趟宝藏岩 但是最近陈佩奇在脸书上面 则是透露说两个人不断在吵架 柯文哲承认说两个人 是为了2000多万元的选举补助款 闹不愉快 因为柯文哲决定把他捐出去 但是陈佩奇觉得说 家里还有房贷压力很大的 柯文哲选上陈佩奇照常上班赚钱 因为人红又细心 市长夫人的门诊 现在可是天天挂号爆量 张作辩市长陈佩奇照样上班赚钱 他现在小儿科门诊话号爆量 叛唤称赞陈佩奇有耐心 每个孩子都看上至少五分钟 上午诊忙到下午才结束 柯文哲身份三级跳 没让陈佩奇比较轻松 家中经济负担还是压在他的身上 不是 他在讲那个 那个补助款的事 我要全部交出去 他多伤心了 所以你们是为这个事情来吵架 没有 我就说 我要想一想 对 我选全都说全部捐助就好 那就全部捐助就好了 不过他说这房贷还这么多 新路的房子在选举时 还有将近1400万的房贷 陈佩奇在脸书诉苦 说台北高房价 连医生家庭也难以负担 先生还为了选举离开台大医院 不但没收入 房贷跟生活费都得自己看着办 坦诚夫妻之间有不少争执 还说其他政治人物夫妻 公开晒恩爱 像在神坛上盘腿坐 久了脚会麻 不小心摔下来 也会重伤 陈佩奇脸书大爆家务事 柯文哲苦笑说 只能尊重 那也没办法 不是尊重不尊重 不尊重他也是要写 不能不尊重他也是要写 看着就假装尊重算了 小孩子都已经到了 不要人家跟的年龄了 对啊现在只要跟我 因为小孩子大了你知道 变空潮起了 所以这个是对啊 以后想办法多带他出去 他一向工作的态度 就是这个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他短时间改编好像有点困难 柯文哲拍板选举补助款捐出去 房贷问题无解 陈佩奇脸书抱怨完 还是得努力工作赶快还债